11月遭遇三轮寒潮中东部还偏暖 全球变冷背景下寒潮变了吗 中国天气网讯 在刚刚过去的11月 我国接连遭遇了三轮寒潮天气 比常年明显偏多 但令人意外的是 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平均气温 和常年同期相比却偏高 为何寒潮偏多反而偏暖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 影响我国的寒潮有何变化 这个冬天我们还会经历更多寒潮吗 尽管强度上稍逊于上一轮 但此次寒潮过程影响区域和上一轮重合度高 因此叠加效应明显 北京今年11月逐日平均气温起伏特别大 其中两次明显的探底 分别对应着两次寒潮天气过程 从更深层次的环流背景来看 我国大部地区处在中纬度西风带 大气环流在西风带上的表现 主要为大气波动 而冬冬时节 基础气温本来就低 冷空气来袭时降温幅度往往有限 达到寒潮标准的情况就相对较少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 1951年至2020年 影响我国的寒潮次数 确实总体呈减少趋势 2008年南方多轮寒潮引发雨雪冰冻灾害 2016年包四级寒潮让广东都下了雪 今年1月寒潮让北方多的创夏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低气温新记录 这些都让我们记忆深刻 11月27日 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官宣 2021年10月赤道中东太平洋 进入拉尼那状态 预计冬季可能形成一次弱智中等强度的拉尼那事件 但2022年1至2月冷空气活动将明显转强 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可能较常年同期偏低 发生阶段性极端强降温事件的可能性大 东北 华北 西北地区东部 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强降温 强降雪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